我们来到台北市这间商旅 可以看得出来空间相当的宽敞舒适 目前台湾的疫情趋缓 但是对于台北市的旅宿业者 却开心不起来 他们说目前的这个订房率 仍然只有维持三成左右 不过日前交通部观光局 才公布了安心旅游方案 有七千多家的旅馆 都可以获得一千元的补助 但是台北市的这个商业旅馆工会却痛批 只有六间通过申请 我们来听听李市长的说法 凡所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凡自己 庸人治老 锁住大家 锁活 变相封城 历经了之前这个潜规大火的事件之后 在一些消防监管的安全的检查上 在规定上的确是变得要更加严格一点 目前为止已经通过40家左右 那还在审核的大概有100多家 我们预计会在这一周 至少到最慢到下周 一下周以前把它审核完毕 目前即将进入暑假的旅游旺季 为了刺激国旅的消费 政府也推出了安心旅游方案 以台北市为例 目前虽然上周申请通过的不到10家 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多家 那目前有100多家的申请案件数来说 台北市官船局也强调 希望在6月底以前能够全数通过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